Hello 今天是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4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股股市周一继续回撤 反映出尽管房地产市场的回暖 似乎给经济带来了韧性 但身处高位的科技股板块 在美联储不断的鹰派言论下 还是难以避免获利盘引发的回调 目前市场需要从本周的PC物价指数里面 寻找新的变化 这是近期科技股回调趋势 还将延续多大的关键决定因素 那投资者需要紧盯这个数据的变化 而各股方面呢 今天有个消息值得分享 这是关于近期大涨形势下的加密货币 成交量却依然低迷的情况 正好呢可以借此来聊一聊 Coinbase这只股票 根据加密货币数据网站 Coingeco的数据 尽管呢6月份以来 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2% 但是呢加密货币的日交易量呢 目前在240亿美元左右 这和2021年加密货币大涨期间 超过1000亿美元的日交易量相比 是大幅的萎缩 当时呢比特币价格一度是上涨至 接近6万9千美元的历史高点 这再度展现出 目前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场深度呢 依然是位于较低的水平 所谓市场深度 指的是市场吸收较大买盘和卖盘的能力 那当市场深度较低的时候 大型机构只要发出加密货币的买盘或卖盘 即使规模不大 价格呢也容易发生大幅的波动 说白了就是容易造成又多和又空的局面 而根据数据公司CACO的统计 作为市场流动性的指标 比特币的市场深度呢 自年初以来已经下降了20% 因此呢可以理解为 比特币最近的大涨 主要是因为在一个市场流动性较低的时候 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交易 因此呢成交量虽然不高 但价格变化却很大 这或许呢也在暗示 大型加密货币投资者呢 希望通过价格大涨来吸引散户重新进场的情况 目前呢还没有出现 因此呢这对于加密货币的散户来说 是一个短期内潜在的需要留意的风险 另外呢这对于Coinbase这类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 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实际上比特币价格的变化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Coinbase基本面的核心 核心是交易量必须大幅增长 因为只有交易量增长 手续费就会增长 Coinbase的收入和利润才会增长 基本面呢才会好看 只不过是通常在比特币价格涨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买入加密货币 交易量呢就会同步走高 但如果出现了价格上涨 但交易量没有明显增长的话 也就是当前的处境 这从基本面上是没有办法给Coinbase这类交易所带来有效提振的 所以呢这是要小心的风险 另外就是对于Coinbase来说 虽然近期在法律层面呢Coinbase有所收获 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上周五裁决支持Coinbase停止客户诉讼的行动 计划将纠纷呢从法庭转移到私人仲裁 这相比之前Coinbase面临的客户的集体诉讼而言呢 对于企业的杀伤力要小得多 但这并不能解决更大层面的监管问题 那就是美国证监会SEC对他们的监管诉讼 从表面上看情况呢还是很糟糕的 美国证监会呢对于Coinbase的态度很坚决 不过根据最近买入Coinbase的ARC基金 Cassie Wood的说法 目前呢SEC对于Coinbase的指控 更像是不当行为而不是币安所面临的诈骗行为 这也是Cassie Wood会买入Coinbase的理由之一 因为他相信啊最终的判决可能会比币安轻得多 这样的话如果币安无法在美国运营 而Coinbase就算遭受处罚只要维持运营 反而还能从竞争对手的被迫理想中呢获得好处 也算是一种利大于币的局面 此外呢Coinbase也在准备他们的B计划 近几个月来Coinbase稳步扩大他们的海外业务 如果能将更大比例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放到美国以外的地区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就会降低SEC的监管风险 从而呢给估值带来修复的空间 不过这里要多提一点的是 毕竟目前Coinbase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还是很大 而收入和利润来源的转移呢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他们通过一份份财报的实际业绩 来证明这样的过程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因此呢想要依靠B计划 在短时间内就有效抵消SEC监管的风险 我觉得难度还是有些大 那结合刚刚开头说到的加密货币交易量 现在依然比较低迷的情况 我会觉得虽然ARK基金在买入 但如果想要短期内就看到Coinbase的股价 出现持续有效的大行情还是很难的 因此呢短期风险还是有些大 需要谨慎的对待 但如果你真的喜欢这家公司 我会觉得他们目前更适合的还是长期布局 因为呢监管不确定性以及加密货币成交量的复苏呢 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但如果真的能够扫清阻碍的话 考虑到目前Coinbase较低的估值还是存在高风险高回报的属性 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朋友 但还是可以用小仓位做类似于风险投资的操作选项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加拿大的零售销售 还有就是美国的耐用品订单 新屋销售 以及呢美国石油学会的API原油库存报告 另外明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联储在银行压力测试方面的结果 这对于整个银行股目前的信心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还有就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呢明天也会发表讲话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欧洲央行对于利率前景呢 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市场的投资情绪 财报方面呢明天有一家公司的财报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那就是沃尔格林联合博兹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敬想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1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18财经APP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